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样的照亮的纳布利斯王国城镇外的黄土荒漠 来来往往的商队很多 但没有马车的这一行人却特别引人注目 最后头的五位骑士 穿着整齐画衣的枣红色军服 身座黑的发亮的马匹 手拿王城侍卫的旗帜 不过这些应该很威风的王城侍卫 却看起来有点困窘 他们连连皱眉 看向最前面骑着白马的大公主鸢羽 还在滔滔不绝灌输他们敬爱的小公主莉莉安 师父先生讲话很慢 而且最喜欢跟矮人争论一些大道理 每一次都还叫我人类公主 然后像蘑菇精都很活泼啊 还长得不太一样 比方说花花的俊散就真的跟花一样 而且整天都懒洋洋的 那果果就有强壮的左手 姑姑的俊散轻飘飘的 那草草又瘦又小 我觉得草草应该算是最活泼的蘑菇精 她整天都这样跳来跳去还一直想找我玩 虽然我真的听不懂她说的话 但魔法师先生都说她是最吵的蘑菇精 莉莉安听得很入迷 觉得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黑漆漆的眼睛也真的更大了 但在后头的王城侍卫们 就只看到小公主直挺挺坐在马背上的身影 连头也不抬 他们有点着急 以为莉莉安只是不好意思打断冤语的故事 就互相识了个眼色 想着又怎么解救小公主脱离困境 然后我跟你说 魔法师的木门真的会讲话 以前奶奶跟我们说的时候 还以为是她家有添醋 没想到 公主殿下 汉特梅快到了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冤语的护卫卢娜为了大家的午餐 只能打断冤语的话 冤语转头看向卢娜 惠意的笑了笑 不再诉说金色瀑布另一端的故事 莉莉安有点失望 却不忘在王城侍卫前矜持着 不一会儿 马蹄扬起的黄土变少了 踏上了青石板道路 发出清脆声响 城门守卫一看到枣红色的旗帜 马上认出了冤语和莉莉安的身份 就二话不说的开了门 让冤语一行人进城 汉特梅又被称为文化之都 城里有各式各样的画廊 刺绣工作坊 颜料商行 串珠材料行等 还不时可以看到有人在街头授课 其中也有许多餐厅和面包方 在橱窗外面或用绘画或是用编织和雕刻 呈现出店里卖的主打商品 卢纳清拉江神 命马快步走到冤语身旁 再往旁边一指 公主殿下 那间就是乌拉德家的面包方 旁边还有间百年餐厅 是她最推荐的店 我们在那里休息一下吧 嗯 也好 吃完再去乌拉德家的面包方逛逛吧 元宇笑着转头对王城侍卫们喊 各位 那我们就到那里用餐吧 王城侍卫们没有马上回答 只是一起看向莉莉安 见莉莉安微微点头 才齐声高喊 是 餐厅的老板看到 突然进来了这么多人 连忙俐落地招呼 并用肥美多汁的烤鸡 菲德斯成的郁金香果冻 和一壶泥斗式盛产的葡萄汁 摆满了整个餐桌 元宇和莉莉安端起了一杯葡萄汁 大家辛苦了 我们开动吧 一时间 猛乱的餐厅就更加吵杂了 大伙都非常努力地 吃着自己面前的食物 趁着大家吃饱休息的片刻 卢娜带着两位公主 走进香气四溢的面包房里 矮胖的面包师傅热情地挥了挥手 卢娜大人 您怎么有空来啊 呃 这两位是您的亲戚吗 她的话还没说完 正中央的五层奶油大蛋糕后 就探出了一张脸 金色卷发 微微遮住那人的眉毛 小雨姑娘 您怎么在这里啊 元宇对上紫罗蓝色的眼眸 笑了出来 葛特先生 上次说的故事 有给你什么灵感吗 这位青年 正是元宇在圣特雷市集里 遇到的玻璃一品工匠葛特 也是乌拉德的童年好友 面包师傅 好奇地打量着元宇 诶 葛特 你认识这位姑娘啊 葛特从大蛋糕的后方走了出来 已在柜台前 布雷德叔叔 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小雨姑娘 我在圣特雷市集遇到她 她跟我说了一个 没有翅膀的精灵王子 和人类公主的故事 呃 那个乌拉德也跟她很熟的样子 布雷德若有所思地看着卢娜 往渊宇旁边站了一步 突然恍然大悟地瞪大眼 拿了一个大纸盒 夹了几朵玫瑰花造型 和水果口味的面包 又在盒子里装了几块肉桂卷 并蒸了一壶野莓汁 嗯 卢娜大人 这就请您和这两位姑娘吃 另外 小雨姑娘 我想这些应该是您最爱吃的 元宇会议的点点头 转头又笑着对葛特说 如果你完成作品 再请乌拉德送来王宫吧 他会帮我支付合理的费用 那就谢谢招待 我们先走了 说完 元宇就带着妹妹和卢娜 走出了面包房 葛特还愣在原地 呃 为什么是要送去王宫 而不是要送到圣特雷啊 布雷德伸手就往葛特的额头一弹 你跟我们家的乌拉德是好朋友 要像他一样好好拥有脑袋 仔细想想不就知道了吗 要好好感谢元宇公主殿下 他一边说着 一边走进了厨房里 葛特这才醒悟到 玻璃工匠师傅 之前在圣特雷市集里 跟自己说的话 他看到元宇在窗外 对自己挥挥手 轻轻说了句 元宇公主 谢谢您和佩琼斯老王后 给了我和师傅创作的灵感 莉莉安跟着元宇出了门 偷偷拉了拉元宇的衣角 小小声地说 诶 像姐姐这样 和民众打成一片的感觉 真的好特别哦 姐姐 等一下在路上的时候 可以再跟我说一些故事吗 元宇笑着点点头 翻身上了马 开朗地说 那我就来说一些 有关于玄建国的故事吧 就这样 在离开汉特梅后 元宇说起了 玄建国所握城里的花园 东士集 以及英格凡斯里的比武大会 连王城侍卫们也听得出了神 但莉莉安还是期待着 姐姐可以继续说 金色瀑布那里的奇怪知识 姐姐却一直没提起相关的事情 到了第十天的晚上 一行人抵达了王城 克福特附近的小村落 又了几间房 卢娜一对上冤语的视线 便上前拍拍侍卫们的肩膀 各位这一路上也辛苦了 今天就有我首页吧 也许是因为快到王城克福特 侍卫们的表情也放松了许多 而这一次 他们转头 见两位公主都点点头 才放心地各自回房休息 卢娜站在门口 确认脚步伸远去 就转身到壁炉边生活 莉莉安卸下端庄的姿态 兴奋地抱住枕头 窝在渊语的身边 姐姐 我们明天就要回到王宫里面了 可以再跟我说 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了吧 元宇摸摸妹妹的头 温柔地笑着 那我就说 姑姑和果果在一起的故事好了 听说 以前在金色瀑布 那里的世界很热 所以蘑菇精们 就想办法要让森林变凉 有一天 住在地底下的大蘑菇 她说着说着 全身就绽放出 耀眼的银蓝色光芒 而在光芒的照耀下 莉莉安和卢娜 却错以为是 佩琼斯老王后再讲故事 莉莉安揉揉眼睛 姐姐 你刚刚好像在发光啊 元宇停了下来 眨眨眼 光芒就消失了 有吗 鲁娜有点迟疑地 摸摸腰间的宝剑造型别针 元宇胸口的翅膀练缀 却只是微弱地闪烁着白光 呃 公主殿下 不然今天就不讲故事了吧 我们早点休息 明天一早穿过洛特尼村 就会到克福特了 我不要 回王宫之后 我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 跟小百合说故事了 元宇又摸摸妹妹的头 继续说起 姑姑和果果的事 卢娜像年少时一样 倚在门上听故事 但她总觉得 元宇在逞强 那后来呢 魔法师就化身成大雕 带着果果 一起到山崖下找姑姑 小百合 你还醒着吗 元宇听着莉莉安沉稳的呼吸声 就在她身上盖了一件斗篷 站起身 走到窗边 诶 卢娜 你刚刚说 明天会经过洛特尼村吧 我知道 你以前和乌拉德都会去那里吃烤肉 那我们明天晚上 就在那里待一晚好不好 卢娜骚骚头 面有难色的说 呃 可是 过了洛特尼村 就是克福特了 而且其他侍卫 沿路都在送信 怕是安伯德里国王 一直在等您啊 呃 反正 父王只要知道我离开迷雾森林就好了 什么时候回到王宫 也无所谓吧 但难保瑞刚殿下那里 不会一直写信过来啊 元宇听到这里 叹了口气 你说的对 母后就只听父王的话 父王只听可以让他获得利益的话 嗯 明天一早就回家吧 这段旅程 我也走得够久了 呃 您也不要太苛待自己 早点休息吧 不然啊 小蕾和丹尹殿下 就要怪我不会服侍您了 元宇笑了笑 鲁娜 你也早点休息吧 她再次走向窗边 月光洒落在她的身上 鲁娜却觉得 公主身上 仿佛再次散发 银蓝色的光辉 就要消失在 这个世界 才一大早 纳布利斯的王城 克福特 里里外外 就有许多商队出入 各工会总部 挤满人潮 抢着要评见 新师傅的手艺 或是请工会专家 鉴定艺术品的真位 突然 一声发鼓号 在城门口响起 还伴随着几段 双黄管的乐曲 工会里有些人坐不住了 但老师傅们 还在慢挑撕里的 拿着放大镜 仔仔细细的 看绣布上的花纹 或画里的油彩 当乐曲越来越紧凑 全部的人 终于都坐不住了 纷纷站到大道两旁 瞠目结舌的 看着一百码 一挥马 一踪马 和五黑马的组合入城 众贵族 和大部分的王城侍卫们 还整整齐齐的 站在两边鞠躬 一名老师傅的眼睛上 还别着放大镜 摸摸长胡须说 大公主 终于回来了 一位年轻的学徒 困惑地看向渊语 和丽丽安 师傅 大公主 是不是很紧张啊 渊语在白马上 微笑着 看了这位学徒一眼 学徒就傻笑了起来 被一旁的师傅 敲了敲头 他们穿过人群 来到纯白的宫殿前 圆语下了马 轻轻拉起裙摆 和丽丽丽安一起手挽着手 踩上宫殿前长长的阶梯 诺大的纯白大理石大门 往两旁打开 他对王座上的人 朗生说道 父王 母后 我回来了 安博德里国王 点点头 尾密王后 轻轻拍拍手 两旁的侍从 搬来了一张大桌子 又纷纷端来 数个金色盘子 倾放在桌上 盘子上头 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 渊语 这些都是锐刚王子送来的 渊语虽然已有心理准备 却没想到父王 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就关于锐刚 而微微震动了一下 才笑着说 锐刚王子还真是周到啊 这个是满遗果的象牙吗 我不是早就跟他说过 我不喜欢这个吗 这个王子这么喜欢 佩戴各种珠宝 怎么就只送来一堆蛋白石啊 他对上安博德里国王 眼力的目光 而越说越慢 莉莉安健壮 就跟着走到桌子前 拿了两颗黑珍珠 姐姐 这个应该就只有在 乌都城的海域 才看得到吧 渊语将珍珠 放在妹妹的耳边 嗯 这个好适合你哦 你就拿去打一对耳环吧 安博德里国王看着 这一天 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却马上严肃地板起脸孔 嗯 两国联姻 有各种好处 这些珍宝 就是证明 他看渊语要说话 就举起手 你听我说完 瑞刚殿下寄给我的信里 用词恭敬 又充满的自信 就自以为是吧 而且听说 他有一身好武艺 又协助墨菲色女王 处理正事 人民也都很尊敬他 是怕他吧 长得也很不错 还好吧 不要我说一句 你就回一句 冤语微微嘟起嘴 安博德里国王的眉头 锁得更紧了 我很喜欢这个孩子 他很快就如约定 撤去选建国南方的兵力 而也着手推动了矿石交易 只有你自己 乱提一个西式珍宝 但他不管送什么 你却都说不喜欢 你自己好好想想 他站起来 甩甩枣红色的披风 维密王后 也紧张兮兮的 跟着站得起来 补了一句 冤语乖 父王都是为你好 冤语看着父母离去的背影 和美美莉莉安 一起屈膝行李 支开想要前来服侍的侍女们 带着卢娜 回到久违的房间里 卢娜才一关上门 冤语就倒在长堂椅上 抱头大叫 谁想要跟那个 瑞哥王子在一起啊 父王明明就是送我去当大使 却只在乎两国联姻 是不是完全搞错重点了 他隐约觉得 也许从头到尾 都是自己弄错的重点 却不想说出口 蒂莉安拉过一张椅子 趴在上面问 姐姐 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办 我要让父王重新相信奶奶说的故事 并在重月节前 再去一次迷雾森林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哦 想知道后续 请记得订阅奔奔小剧场 这一集也换了个方式开始说故事 没有前情提要 也没有合作介绍 那我这里还是要先来预告一下活动 大概在10月底的时候 我应该会在Fastbook和Instagram上面办抽奖活动 奖品就是上一集介绍的 GoGo Kids亲子空间的课程券 还有大货好评的奔奔小剧场杯店 以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的 奔奔亲笔签名 那详细的活动机制呢 等我这几天想一想 大概10月底的时候会开跑哦 另外也很欢迎大家继续在各Podcast平台留言给我 尤其是Mixerbox 奔奔就可以直接回复留言 所以 接下来就是留言的回复时间 首先是Y 不过Mixerbox上面的名字是 换Y 那超级感谢你留了很多内容给我 我想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追完55集的故事 应该真的超级累 但是我也很开心你这么喜欢我的故事 那有关于语速的部分呢 我自己也有在慢慢的调整 因为奔奔是一个非常急性质的人 尤其是遇到太忙太累的时刻 都会不自觉的加快语速 再加上我的正直工作真的太忙 然后后置的时候 耳朵可能会痛或是身体不舒服 所以就为了可以长长久久的说故事 只好先调整成双周根 但有可能会像是六月或是请一阵子 突然惊喜周根 或是穿插一些比较短的特别篇 那我也会好好的调整好我的身体 努力在生活和工作间找到平衡 来持续创作故事 然后是 吴姐说 很好听 会想要一直听完 真的非常感谢 我自己在创作每一集的故事的时候 最常说的几句话就是 这个剧情好吗 我演得出来吗 会不会很难后制啊 怎么办怎么办 会不会大家不喜欢 之类的 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之前帮我一起写 姑姑和果果故事的 叫了青 姑姑和果果故事就是在 去年的七夕情人节特辑 好热好热的蘑菇森林篇里面 了青他每一次都要听我念一样的句子 然后他听到最后就觉得 好啦你每一集还不都这样做出来了 好我真的觉得这应该就是连载的魅力 每次我在写的时候就会发现 角色常常会带我去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 有这时候连作者我本人也很压抑 怎么会写出这样的剧情 还像是我一直在反复检索自己的内心小剧场一样 然后是奈奈说 奇幻仙子的回忆上集和终极很好听 谢谢奈奈 以及使用了Cody东东和 无Cody两组账号留言的朋友 非常感谢你支持奔奔哦 那如果希望奔奔在节目里面回复留言的话 可以赶快到Mixerbox最新级数 或是Apple Podcast里面评分留言 那也可以追踪我的脸书和Instagram 也可以收到就是一些节目的资讯 或者一些活动资讯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奔奔小剧场下回待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